很多觀眾朋友喜歡的蘇嘉宏律師又來到現場了 來蘇醫師我們要請您上台來 第一個故事要告訴您 這對姐妹花聚角遺產稅 竟然因為他們繼承的股票被賣了 賣在最低點 大大虧損影響了遺產稅 怎麼一回事 是這樣 這個爸爸他是個投資的投資族 所以他留下了四千多萬的遺產 四千多萬遺產的時候 當然姐妹就可以繼承 繼承之後 因為最後核算出來遺產稅是166萬遺產稅 可是姐妹沒有去繳 她就沒繳了 沒繳就給她擺著 想說反正爸爸有遺產 就擺著就不去做 那因為你沒繳之後 就會有一個智納金 本來是要繳166萬 結果多了10%變183萬 這還不打緊 後面呢 因為他也不去處理 不處理之後呢 那你不處理沒關係 國家就處理你了 那國家開始就執行署 因為執行署怕說人他逃漏稅嘛 所以趕快去扣 把這個遺產呢 這遺產把它賣掉 你想說很簡單啊 不是這個事情好像沒什麼 把股票賣掉 把股票賣掉 然後要去抵剩183萬的遺產稅 你會覺得把這個稅繳完很合理啊 好像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值得學習 或值得看 其實我告訴你這裡玄機很大 尤其各位股票主 我們給個白板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拿股票的時候 當然這個 我們可以股票的話看股價 這是股價 看股價多少 然後這個是時間 時間軸 對 所以我們知道如果股價的話 你也許是上上下下 上下下下下 那如果今天碰到這支股票 再往下跌的時候 那如果今天這個姐妹 看到爸爸過世的時候 正好在高點 假設她全部都是股價4000萬 那這正好往下跌的時候 如果今天你知道 繳遺產稅的時候 通常你說遺產稅是馬上繳嗎 時間會開始拉長 我們光是申報時間 可能是六個月 然後可能就再要三個月 那可能後面還有些時間 那如果今天你都不繳 今天的股價呢 就一直往下跌 往下跌 跌到這個時候 今天你沒有繳 今天要繳166萬 你不去繳 對不對 那不去繳的時候 你股票能不能繼承 是不能繼承 你整筆股票是凍在那邊的 這個爸爸留下的 如果他4000萬 都是股票的話 然後你沒有繳一成 但是我本來想要變賣那個股票 我因為沒有繳遺產稅 我的股票一張都不能賣 一張都不能賣 所以你看著那個股價 一直往下 冰敗如山倒 你卻不能去解套 不能解套 所以今天如果你的孩子 他不瞭解說 因為爸爸投資股票 是這麼有學問的時候 他覺得那就放著嗎 沒什麼關係 這時候冰敗如山倒的時候 不只是你這個股價從4000萬 搞不好整個變成說變成變成2000萬 那雖然你說那這樣到2000萬嘛 那今天可能賣 一產稅可能就可以變少了 對賣了一些對不對 可是你要知道 這該繳的繳之後 可是你整體的價值 因為就整個減少了 如果這時候你趕快積極的去繳的時候 可能在往下墜的時候 趕快在這個時候逃掉 你這時候逃掉的時候 你可以拿到全部的股票 然後去賣 這個是問題第一點 這投資組 第二個 你會說那這樣 這個還有什麼玄機 還有一個玄機 各位你股票壓單支還是很多支 很多支的話 那很多支啊 你不可能 你可能會買金融股啊 你可能把AI股 剛剛講很多對不對 我看AIGPT 我也是要緊張一下對不對 未來可能會有一些風險或什麼 每個股不一樣 那我想問各位 今天政府幫你賣股的時候 他會幫你挑嗎 當然不會 他不會幫你挑耶 我不會說這一檔其實賺比較多 那我先幫你賣這些賺多的不會 他不會 所以你可能腰斬再腰斬的 他同樣把你賣掉 他搞賣的就是你不想賣那支 偏偏賣不想那支 為什麼 因為是選擇權是在政府 選擇權不在你 所以你要知道要顧自己的錢 一定是自己顧啊 所以今天在這事情絕對不能說 沒關係啊 反正這個讓 反正我們還有得扣啊 就用股票扣就好了 我告訴你 內行要知道 一定要趕快把 尤其是股票 因為波段等等的 你要想要想辦法賣到最適合的點 所以我們回到那個問題來 OK 所以今天 今天到底這個故事裡面 它到底產生什麼問題 我們看下一張 這問題裡面是 最重要的 有遺產 國家會幫你繳 國家不會幫你抵稅 它不會主動幫你去抵繳 你說我爸有錢啊 有錢 我有申報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大部分都只有概念 六個月要申報遺產稅 都會去申報 哎呀這個 可是申報之後 那反正我有錢啊 它自己抵嗎 它不會喔 記得它不會自動幫你抵繳稅款 這個要注意 第二個你要注意啊 股票漲跌啊 如果真的說那沒 那律師 我今天如果說能夠湊錢就湊錢 湊不出錢的時候怎麼辦 我可不可以用股票抵稅 可以嗎 可以 但是要教你啊 聰明抵稅 有時候抵稅 有時候看股價的狀況 股市的狀況 有時候真的是 這個形勢比人強 所以你要知道 有的時候可以抵稅 有時候不要抵稅 抵稅的一個訣竅會教各位 那最後呢 這個如果說今天 我也要抵稅啦 那不繳稅 如果你還是不繳稅 你要知道 你會多繳支納金利息 跟強制實行費用 這到底是多少 我也要跟大家講 OK好 所以剛剛那個案例 會延伸出三個爭議 第一個爭議是 你有遺產 但是國家不會自動幫你抵 所以我們要問律師的是 那我們有錢怎麼辦 怎麼繳稅 第二個是股票的漲跌 是攸關像剛剛講的 你如果不繳遺產稅的話 股價還一直跌 那你根本到時候得不償失 第三個是 你如果不繳稅的話 要多繳哪些錢 我們先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沒有錢去繳稅 怎麼辦呢 面前財政要湊錢了 不好意思 這有時候我們常常講說 律師我沒有錢繳稅 可是我也不好意思 律師你可以借我一點嗎 我最怕 我最怕 律師你借我一點 其實不好意思 我賺得很少 不好意思借給你 因為通常我們不太借人家這個 所以但你說 你說大概三十萬元以下 其實你是自己 一般湊一湊應該可以 親朋好友借一借 但如果真的一兩百萬怎麼辦 超過三十萬以上 其實可以申請什麼分期繳納 那我們要知道一個 反正我們要從什麼時候 就開始準備那個錢了 其實一剛開始 我們長輩過世的時候 就開始準備了 其實國家給你六個月時間 第一個 他給你申報 你要報遺產稅 過世之後六個月內 你報 光是報這時間就六個月 那六個月你說 不好意思我六個月報還不夠 我還想再多一點時間 可以才延長三個月 所以這樣最長九個月 已經給你九個月 那律師九個月就要繳錢嗎 沒有 九個月之後呢 你送進去國稅局 國稅局還有合科啊 有的很複雜 還有一兩年的 但大部分的幾個月就出來 那說三個月好了 三個月出來 就一年了 已經有一年的時間 那就稅單告訴你說 你要再該繳時間繳 所以這個時間搞不好已經一年了 所以簡簡單單 合法的稍微拖延一下一年 所以一年內能不能湊點錢 其實可以的 所以但是我們看到很多人 問題在哪裡 什麼時候再湊錢你知道嗎 九個月之後 會要到的時候 對 每次都是到這時候 都在問律師律師怎麼辦 五高順一定要在這個時候 就找律師 先去那我應該怎麼辦 那沒辦法說 那沒辦法 那我說我真的湊不到了 你先湊一些嘛 其他部分就申請分期 如果可以分期繳納 可以繳多少 18期 一年半 兩年 一個應該這麼說 可以再一年半 甚至最長 可能再更久一點時間 一期可以兩個月 那麼所以說今天再可以分期繳納 那時候分期繳納 我們分期沒辦法 我還可以 有沒有別的方法 可以在食物抵繳 哪一些是所謂的食物 定義有哪是 食物的地方就是用遺產 我用遺產 來抵繳稅 好用遺產 我有股票 用股票抵繳 我有現金 那又現金繳納 很多是因為這樣 很多投資的人 全部都壓進去 所以很多剩下股票 我可不可以股票抵繳 可以喔 不動產抵繳 可以喔 不動產抵繳 有不動產抵繳的問題 我們今天只講股票 我們來看一下 等一下會講股票 食物抵繳 比如說股票 怎麼聰明抵稅 因為我們現在是股票 存股足 那我要跟大家講一個問題 今天國家一定要贏的 要注意股票 國家一定會贏 國家不會輸的 聰明抵稅 因為你要知道 要比較收盤價的高低 決定抵繳上限 為什麼 這時候比如說股價是20萬 這邊漲到了 20塊 漲到了25塊之後 那為什麼國家要多賺呢 為什麼 好 我覺得我們用個簡單理解 這是用張數來看的 張數 我們有這幾張股票 我懂了 張數來看 所以你這張數 所以你股價漲跌 不好意思 國家當然是以張數來算 所以你股價漲的時候 國家收 所以如果說今天漲的時候 抵繳日大於死亡日的時候 可全額抵繳 我全額拿 我懂了 我懂了 如果這時候是20張 20張的價格 比如說是200萬好了 這裡同樣是20張 但是股價的漲到250萬 你還是全部要給國家 因為20張的價格漲價了 對 所以就可以全額抵繳 但是如果狀況不太好的 是說抵繳日的價格比較低 死亡日的時候比較高 等於股價下跌 股價下跌的時候 那國家願不願意拿這個張數 不願意 為什麼 你給我比較少 我不要 那國家有個算法 就是說抵繳上限 它有個抵繳上限 就是說你今天股票這個核定價值 佔全部遺產價值比例做計算 也就是說你今天這個股票 佔整個價值是比例多少 我們來算一算 你只能就那個比例來抵繳 其他要再補回去 其他就是說 所以我們來看用計算 這個要計算題 認真的計算才有辦法 計算題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依產總價值 它如果是以2500萬來算 就遺產算出來了 遺產稅就是200萬 那今天上市公司股票的話 有5萬股 核定價值就200萬 就當時在過市的時候 就是核定價200萬 那收盤價是40塊 40塊的這個股票 好 沒問題 好 這沒問題 這個就是前提嘛 那接下來是死亡日帶死亡日 什麼意思 我應該先看這個 抵繳日帶死亡日 後來股價漲 股價漲啊 就代表股價漲 股價漲的時候 那沒問題啊 政府拿去啊 反正就抵繳日收盤價40塊 本來是40塊變45塊 漲了 所以可以抵繳 沒關係 反正我多賺的 就給國家吧 是國家嘛 沒關係 你愛國可以 所以全額抵繳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今天跌價 從40塊跌到35塊的時候 他跌價的時候 不好意思喔 他可不可以全部抵 不行 他只能說那抵繳的 多少可以抵繳呢 要用這200萬 乘以上多少 因為移產價值2500萬 這個只佔了他的一部分而已 所以只佔你抵16萬 所以抵16萬的地方就是說 今天你只能抵繳4000股 其他部分怎樣 你還要再去補遺產稅 了解 了解 好 所以這件事情告訴我們說 如果有遺產稅裡頭是有股票的話 趕快先把遺產稅給繳了 以免你的股價下跌 不能夠全部抵繳的話 你就自己還要去籌錢 來補那個洞 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這樣想 如果千金難買早知道 我們現在知道的話 有時候要留一些稅款 才要辦安心傳證 有時候那時候太急迫 你要真的是很難 所以說我們還是預留稅款 那如果真的沒預留稅款 你要抵繳 用這個股票抵繳特別注意 好 律師那最後一個狀況就是說 那我就真的沒有錢 對 然後我股票也跌 那我也籌不出那些錢來繳錢 我不繳遺產稅 接下來我可能要多繳哪些錢 對 所以不繳遺產稅是不好的 就是會有個字納金 今天因為稅大概發出來說 你要什麼時候繳 你如果那時候沒有繳 每過三天就要一納稅款1% 也就是說 對 多1% 所以剛剛我們不是這個案例裡面 是166萬對不對 所以他等於三天就多1% 他以30天為限 所以說大概上就多10% 會多一個10%的一個智納金 所以才會變成183萬左右 他是因為這樣子 那這還不打緊 你就說你也不理 我就不管你嘛 接下來到清場日子 會依照郵政儲金 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 按日計算利息 還算利息 那今天利息大概是固定一年 大概是1.6% 還要再多 就是等於說 智納金加在本稅 等於這183萬 還要再加利息 那等到什麼 賣掉之後強要執行 那執行說 律師 執行會有什麼費 有啊 你執行例如說 像我們不動產的 還有查封 建價 估價等等的 還有些什麼測量費 土地要測量費 建價費 燈泡費 保管費 協助執行的人 有到道場人員的這些彩旅費等等的 都要加進去 所以這 如果說你真的沒有繳稅 真的是虧大 所以還是要好好的湊錢 不然的話就要提前預留稅源 好重要啊 好 當然很多人遇到這個狀況 有的人可能 有的人可能他沒有辦法去繳稅 有的人有很多的難言之隱 或者故意不繳 Anyway 都會有這些後果 或許大家都可能會遇到這種狀況 所以先繳稅吧 你手中的錢 才能夠做更多的運作為我 才可以賣到最高點 不會賣到最低點 虧得很慘 好 謝謝律師 休息一下 下一個故事 我們要告訴你的是 有一個老媽媽因為愛女兒 所以在自己生病的時候 就先把房子過給女兒了 後來女兒就到了美國去 嫁到美國去了 結果不幸 女兒比媽媽先過世 這個房子 竟然被女婿給賣掉了 休息一下 告訴你第二個故事